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大雨特报 在今天的话呢 午后当然呢都还是有一些明显的降雨 好那这个降雨的地方大概来说就是都一样 中部以南 桃园以南的地方的话 包括山区都是会有一些降雨 而且会有瞬间可能比较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那就下雨来看的话呢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的话呢 午后的雷震雨范围会增广 而且强度会增强 会从山区呢扩大到平地 而且呢会有一些剧烈的天气状况 强降雨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但是明天比较明显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好所以呢有关于今天的话呢 是部分有三个县市呢 是高温特报 有两个县市是大雨特报 好那这个天气状况的话呢 在明天的啊 这个我们刚讲到 我会稍微的变得再剧烈一点 那另外就这一两天 比较明显的是空气品质了 这个空气品质呢 在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有些地方 已经开始呈现的是橘色的灯号了 在今天的话呢 是竹苗到中部的局部地区的短时间 都可能呢是橘色提醒 那最主要的话是整个环境的风场啊 改为东风啊 所以呢在西半部的地区 因为是被封面的关系 风速又比较弱 所以就容易呢累积污染物 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敏感族群朋友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这个竹苗的部分 呃到中部啊 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啊 会是空气品质不太好 好所以呢这些事有关于呢 今天天气相关的讯息 还是非常热就是了啊 那这个多注意啊 多多喝水 好那看完天气 一样接下来看的是疫情 好疫情在今天的话呢 呃是蛮好的消息啊 就已经到了礼拜二了 但是呢他的数字还是跟昨天一样 四十几万人啊 所以比起呢这个上个礼拜呢 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啊 甚至有七十几的 在今天的话呢看起来是四十六万人 所以呢看呃表现啊是还不错 都有趋缓的啊状况 而且就破万的国家来说的话呢 也从十七八个啊 这个降到十二个国家呢破万 而所以普遍来讲的话呢 都有啊这个呈现呢下滑缓和的趋势 只是呢要再连续看几天 只有少部分的国家呢 是看起来比较明显的 还是有点点上升 但大部分呢原本疫情严重的国家 那在今天的数字看起来都是下降的 包括了美国 好所以我们先从美国看起啊 这个在美国的话呢 今天十八万人啊 所以比起了这个周末的时候 十九万呃来的呢 这个缓和许多 那当然昨天 新闻的礼拜一的关系 有说他掉到三万六 那今天稍微的再回来一点呢 但是八万呃至少没有破十几万啊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呢要再观察几天 看看呢美国是不是稍微的缓和下来 但是接下来的话呢是开学日 所以开学日会不会再上来一波 我想这个是所有的国家 目前呢最担心最严正以待的 好那今天的话呢 美国八万多之外 呃包括北美其他国家也都是 包括墨西哥 今天也掉到了万以下 今天只有六千八百多人呢 单日新的感染跟古巴差不多 好所以呢就在北美的状况 那南美的话呢持续性的下滑 今天呢连最严重的巴西 都是剩下一万出头的人啊 感染的新冠肺炎 所以南美中的是持续性的啊 这是一个缓和的趋势 那今天的话呢 非洲部分的南非也掉到万以下 只有五千多人感染 然后呢连欧洲 欧洲的话呢过去都是呢固定的有四个国家啊 至少是四个国家 英国俄罗斯法国跟西班牙 但是今天的话呢 只剩下两个国家的破万 那是英国跟俄罗斯 英国的话呢也下降了不少 今天呢是两万六千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从先前呢 这个欧洲杯的足球赛 还有几场呢 这个音乐会 飙到了三万多之后呢 现在目前看起来呢 呃呈现了下滑的趋势 回到了两万六千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那俄罗斯的话呢 是一万八千多人感染啊 也是呢 这个数字显得缓和 只是只是啊 他的死亡人数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高 他死亡人数呢 是七百九十二 是今天全球啊 算是最高的 所以呢 印尼的状况呢 已经好多了啊 所以今天呢 这个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 是俄罗斯的七百多 伊朗的六百多 那接下来是印尼的五百多 好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 不只是这个染疫的人数 死亡的人数呢 目前看起来 也是趋上一个 比较缓和的状况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呢 欧洲 欧洲呢 只剩下英国 俄罗斯在今天 是破万的国家 那另外的话 几个国家 像法国 先前都是 也是破万嘛 今天只剩下三千多 所以真的是表现还不错啊 西班牙是五千多 德国前两天破万 今天是六千多 所以就整个的欧洲来看的话呢 每一个国家看起来 都是呈现趋缓 只有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瑞士 这个瑞士的话呢 是往上升 升到了六千多 那所以呢 就是一个大部分趋缓 少数 这个极少数呢 还往上飙升的 这个地区 那是欧洲的状况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看看亚洲 亚洲今天看起来 也是大部分了 这个是下滑的 都是比较缓和的 尤其是原本比较严重的 这个灾区的国家 包括像是伊朗啦 包括像是这个印度啦 嗯 这个日本啦 都有收回的 缓和一点点 我们来看伊朗 伊朗今天单日新增三万三 那土耳其是一万九 嗯 那伊拉克是六千多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今天还有七千九 这个接近八千 所以以色列目前都已经在打第三季了 但是他目前的染疫的人数呢 还是增高的 不过呢 重症死亡相对来说也还是轻的 好 所以呢 就是在中东地区 那印度的话呢 今天是三万多 所以 大概来说伊朗 这个印度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比起高峰缓和一点点 那东南亚的国家里面的话 这个大概来说是在一个高原期 没有更飙升很多 那稍微的缓和一些 那但是缓和当中的话呢 有点此消彼长了 比方说印尼今天只有五千多 所以印尼的疫情呢 比起高峰期下来非常的多 缓和很多 那另外的话呢 马来西亚今天一万九 泰国一万五 都算是比较趋向缓和的国家 但是像菲律宾 今天就上来了一点 今天的菲律宾是两万二 那另外的话呢 越南今天的一万四 那越南曾经跟台湾是变列 在亚洲地区 这个表现 防疫呢 非常良好的国家 但他这一波上来之后啊 其实呢 就越来越高 并没有呢 缓和的趋势 所以呢 就东南亚国家里面的话呢 各自的消长 还是有不太一样的趋势啊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有些起来 有些呢 下去 所以呢 这是东南亚国家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很值得注意的日本 日本呢 举办完冬奥之后 目前看起来呢 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都处于灾难等级 至少他们是这样的认定的 那今天的话呢 至少没有破两万了 这个今天下来了一点点 一万九 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数字 并没有完全的脱离险计 OK 那接下来是南韩 南韩今天一万四 也向来了一点点 新加坡呢 一百五十五 中国二十三 台湾八 那台湾的部分的话呢 是 呃 本土的案例是三例啊 那这个境外的话呢 是五例 所以境外进来的越来越多 那当然啊 目前看起来 当然幸好的都是被拦阻了 都被呃 这个检验出来了 那这部分是非常关键的啊 他必须要被阻绝在境外 好 但是呢 在我们本土的部分的话呢 昨天的三人听起来呢 是很OK的啊 非常好 但是三个里面就有两个人 是属于呢 来源不明 而所以呢 台湾的内部啊 坦白说 包括前两天啊 这个一下子爆发 呃 十个啦 或者有几个啊 其实 呃 他到底是从哪里啊 蹦出来的啊 比如说探病 那这个去医院 那医院里面呃 是因为染疫 在医院吗 还是说他在别的地方染疫 所以这些部分呃 其实属于呢 这个隐形的传播链在台湾啊 这部分的话呢 社区似乎呢 都还是啊 这个隐藏了不少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还是需要提高警觉的部分 昨天呢 陈时中也特别讲掉这一个了啊 所以只有呃 这三地当中 嗯 只有一例啊 是在居家隔离啊 在隔离的时候被验出阳性 其他的话呢 都是嗯 没有症状啊 但是都是潜伏着的 OK好 这个部分呢 是台湾的部分啊 所以呢 就全球来看的话呢 今天呈现啊 这个大致来说是呈现一个比较缓和的局面啊 那我想当然这当然是跟呃 疫苗的施打是有关系的 跟大家啊 这个提高警觉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呢 目前这个最新的状况啊 显然也必须如此啊 比方像是美国 美国的话呢 他现在内部呢 还在针对呢 这个打疫苗 戴口罩这个事情 坦白讲 还在撕裂中 但是呢 现在愿意打的人啊 也有啊 至少比过去来说好一点点 因为现在呢 欧盟也开始采取了对于美国入境啊 这个一个很不一样的做法了 在六月份的时候呢 他们开放了啊 让美国的旅客可以进到欧盟 不用隔离啊 但是现在看起来 呃 这个欧盟在昨天 他们的外交官正式建议啊 这个暂停接受来自于美国的非必要性的旅行啊 所以呢 整个夏季对于美国旅游客啊 开放的时间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是要正式关闭 那不过呢 呃 这个欧盟的决定并不是强制性的影响到所有欧盟个别的国家 所以欧盟个别国家 当然还可以对美国做不一样的呃 这个决定啦 就是说他们各自是不是要开 这个绿色通道 不过这个欧盟的旅行名单 对其他国家来说 具有相当程度的参考性啊 我想这个部分呢 显示出来对于美国 如果疫情的持续的居高不下 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的话呢 他的一些观光啦 这个等等的商务等等啊 我想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当然更不用讲 他们国内啊 自己本身呃 上学这件事情哦 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呢 就是目前啊 这个欧洲打算建议啊 这个暂停来自于美国的非必要旅行 那另外的话呢 呃 这个华尔街日报也特别观察到 从财经面 产业面 来看有关于疫情的影响啊 那刚才我们讲到的马来西亚啊 就在东南亚这一块的话呢 还是目前看起来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的高原期 那上个礼拜他们特别点到了像是越南啊 越南的什么电子产品啦 鞋业啦 运动器材啦 连睡衣啊 目前的话呢 因为他们的疫苗的施打不够啊 因此呢造成可能的生产中断 那今天他们特别关心的是马来西亚 他们这边讲到说马来西亚 事实上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是呢半导体的供应链当中 显为人知的蛮重要的一环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它最主要啊 这个负责的是有关于智慧手机 汽车引擎 还有医疗设备等等的装置的组装跟测试 好回到蓝薰时间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马来西亚 那这个这边讲到是马来西亚的疫情了 那这个马来西亚的话呢 确实目前还在两万上下啊 每天单日新增 那这边讲到的就是说 他们是刚才讲到智慧手机 汽车引擎 还有医疗设备跟控制装置等等啊 这个全球最大的组装跟测试的 这个地区之一啊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呢 马来西亚的疫情似乎呢 造成了 呃 这供应链的中断啊 可能会让晶片供应的不确定性 延长到明年的很久以后啊 所以呢 让整个的状况呢 在2021年下半年情况可以好转 这个希望呢 可能会破灭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讲到的就是说 其实看起来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啊 嗯 这个供应链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那先前的话呢 当然像台湾啊 这个南韩 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啊 呃 非常的 就是包括市战率也好 包括呢 这个就龙头的地位来来来说也好 是属于属于的 但中间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环节 在疫情底下的话呢 每一个环节呢 如果说呢 呃 没有办法有效的恢复啊 其实呢 对造成啊 这供应链相当大的压力 好 所以呢 这边讲到是马来西亚 那另外的话呢 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呢 呃 这个香港 香港的话啊 虽然啊 这个先前发生的反送中啦 包括现在为止啊 嗯 以国安为名 还是呢 对这个香港的一些啊 人权也好 这个言论自由好 做了非常强制的啊 这个打压啊 但是某个程度来说 香港的商务的经济的运作还是持续啊 但是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似乎呢 有些商界啊 开始呢 出现了一些反弹要求啊 要放松一点 那这个最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香港为了保持他们当地啊 这个新冠的疫情要零确诊啊 我希望我想这个部分跟大陆啊 这个内地目前啊 采取的这个零确诊清零的方向是一致的了啊 那不过现在其实大陆方面都已经在开始争论了啊 就是不是呢 一定要维持零确诊清零 或者是说呢 跟病毒来共存 但到目前为止 至少目前为止 香港呢 他们说呢 还是实施了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之一 也就是呢 来自于海外的住进者 必须在酒店接受三个礼拜的隔离 三个礼拜是还蛮长的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已经导致香港的商界啊 他们有些批评 他们认为呢 这样的做经济的成本太高 会危及香港呢 作为全球顶尖的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 那这个民众当然也抱怨啊 不能够出外旅游啦 不能够探望啊 这个海外的啊 这个生病家人等等等 也不能够让在海外的学校啊 这个读书的孩子回来啊 等于是他们跟外面的啊 这个海外呃 这个隔离的啊 就是说要求非常的严格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虽然就疫情来说呢 是奏效的啊 所以呢 这个香港目前看起来 数字都压得非常的低 但是呢 就经济本身来看的话呢 似乎有点被掐住咽喉 导致了目前香港呢 非常多的啊 这个商业团体啊 这个出现一些抗议跟批评 好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得到 跟疫情啊 这个相关的消息 那至于就台湾来看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 呃 疫苗陆陆续续的会到嘛 包括呢 这个呃 BNT算是这段时间 比较大宗的 说是有1000 呃 这个当中有8 我看啊 会来的 185 185万计啊 会先来 然后未来的话 陆续啊 大概 都有了分批啊 这个90万 90万 90万 在今年底以前都会来啊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比较啊 不用担心了 而且呢 先前啊 上个这个周末的时候 有那种什么 有3万计的啦 有这个26.5万计的啦 啊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啊 这个状况啊 疫苗的状况都还好啊 那我想就施打的进度 跟我们讲到过的啊 这个一季完了 这个第二季 那昨天啊 这个讨论的重点在于说呢 呃 郭台铭啦 他就建议说 在明年啊 他去了一趟欧洲之后呢 说已经跟BNT讲好了 明年的话 如果我们还要 我们还要的话呢 有3000万计 然后这样的 quota呢 等着我们啊 可以去下定 所以呢 他就呼吁啊 我们的政府 就是说不要用那种 呃 这个呃 量入 呃 这个什么 量出为入啊 的 的想法 去做疫苗的规划 就是不要用 你要打多少 才买多少 这个观念 而应该要像是 呃 我们刚讲到了 全球的产业链啊 像这个晶片的供应一样啊 你必须要有备无患啊 意思说你宁愿多准备一点点啊 那避免到时候锻炼 那当然我想这个建议是非常的 听起来是非常的稳当的啦 比较稳当的 那但是呢 当然就是说 到底要除处备多少啊 才算是够 那这部分的话呢 昨天看起来啊 这个防疫中心显然的 有点给这个郭台铭软钉子碰 包括苏贞昌 包括呃 这个陈时中 都是一样的说法 就说谢谢他的提醒啊 但是呢 陈时中特别强调说 在明年 我们已经有次世代的疫苗 Moderna啊 说定了接近呢 有1000多万 接近2000万剂 所以呢 他认为了 这陈时中的说法是说呢 呃 要打到第三剂 可能都应该已经够了啊 因为先前我们定的部分 先不管来不来啊 先前一波定的部分呢 1000多万剂 然后呢 再加上目前这波的啊 BNT 大概就1500多万剂 所以呢 这样子大概可以cover到 接近每一个人 达到两剂左右啊 差一点 但是呢 还大概可以 那如果明年 还有2000万剂的话呢 那应该啊 这个就是可以涵盖到三剂 每个人打三剂 这是陈时中的说法啊 呃 OK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有 还包括他认为啊 这个疫苗 不应该通通压注在同一个品牌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 BNT 好像呢 一直都买BNT 好像BNT也太多 好 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 陈时中怎么说 政府怎么说 呃 照理说是OK了 如果说你有把握啊 就是你也去计算过了 你也呢下了单了 然后呢 呃 这部分希望大家相信你们 那我想原则上来说 照理说应该要相信 那只是说 就过去来看啊 过去的经验 从去年到今年 呃 政府的疫苗采购 这种政策跟现况 实际上是失败的嘛 啊 所以呢 他其实必须要这个企业或是民间啊 等等就是不断的去push他 或是说在中间穿梭 再一个就是说呢 就算我们有下单 但是没来 我觉得这问题也不在于说你下单多少 而且下单之后没来 我们连第一波很多下单的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来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在昨天啊这个防疫中心针对郭台铭所说的啊 他可以弄到三千万剂这件事情 政府的回应啊 如果要百姓相信 各种必须要拿出更多更多啊的行动力让大家可以相信 否则的话呢 你下单单没来 或者你嘴巴说 有疫苗 实际上到时候不见得到货 不见得真的买得到 也不见得到的了 到的了的话 那到最后呢 我想这个民间要负起的责任啊 他只好自己啊这个全全去承承担了啦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有关于呢 台湾相关的疫苗疫情 这个最新的状况 好那除了啊 这个全球的疫情在今天比较趋缓啊 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之外 那接下来就是阿富汗了 阿富汗的到目前为止 撤军大概呢 完全都做完了 好 回到蓝薰时经啊 这么刚刚讲到的是呢 接下来是阿富汗啊 整个的局势 阿富汗的局势呢 在一开始啊 这个美军就是说要在8月31号以前呢 撤军啊 那只是呢 这个8月23号撤军之后呢 发现了连串的事情啊 让这个美国呢 拜登搞得搞得灰头土脸嘛啊 因为他讲要撤军啊 所有的这个阿富汗的政府军 就没有任何抵抗的意愿了啊 那这个塔利班啊 就势如破足不断的进攻啊 每一个城镇到现在为止呢 算是已经夺权成功了 那另外的话呢 也出现了啊 这个在美军包括了西方的军队啊 这个撤离的过程当中啊 相关的ISIS-K啊 等于是死灰复燃 发动了啊 这个猛烈的攻击 让整个的状况啊 在撤离过程当中造成了死伤啊 真的是还蛮惨烈的啊 有不只是13个啊 这个美国的大兵死亡而已 有上百个阿富汗的平民死亡 那更不用讲说受伤很多啊 所以呢 在昨天啊 现在啊 这个美军啊 这个宣称已经通通都撤离完了 包括呢 其他国家也都是啊 总共完成了大概接近12万人的撤离 好 那所以呢 就外交官员来说也好 就这个军队来说也好 这个美国在今天凌晨之前 已经啊 这个最后一架的飞机呢 飞离了阿富汗的克布尔机场 那所以呢 这个美方啊 这个方面呢 负责整个作业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 麦肯锡说 我宣布我们呢 从阿富汗撤军的作业已经完成 同时撤离美国公民的军事任务 也已经结束 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用军人来撤离所有的人 最后一批的军人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也撤离了 好 所以呢 就是美国军方正式宣布啊 完成了 在今天3 8月34号 完成了撤军的行动 好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之前啊 在昨天 其实呢 也还是有这个火箭炮的相关的攻击啊 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来自于呢 SSK 后来他们也承认了 这一桩是他们干的啊 就他们再次的发射了 大概说有5枚的啊 这个火箭弹 从嗯 这个克布洛机场的西北方啊 这边呢 袭击而来 然后美军他们呢 就啊 这个进行拦截 所以拦截下了啊 这个说是至少有两三枚吧啊 三枚啊 所以呢 接下来是有两枚的火箭炮呢 在这个机场附近的上空啊 呃 爆炸 那但是呢 碎片击中了小镇的这个嗯 住宿啊 这个民宿 所以多处起火燃烧 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有造成一些死伤 尤其当中传出来有一个孩童丧命啊 那OK 这个这件事情呢 在昨天啊 SSK 他们承认啊 这个是他们所干的 好 所以代表的意思是说 在昨天的一些测军 虽然到目前为止呢 都完成了 但过程当中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惊险了啊 那OK 那但是终究是完成了 所以不只是美方啊 正式宣布他们完成了撤军的行动 塔利班啊 也在昨天呢 在推特当中发文 他说呢 他们写下了历史啊 因为呢 美国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对于阿富汗的20年的战领 他用战领啊来形容 他说在今天已经正式的结束 他们很高兴经过了20年的圣战啊 这举哈 圣战跟牺牲跟艰苦呢 他们看到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的来临 好 所以这部分呢 塔利班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呢 要开始一个新的啊 这个时代新的时刻了 好 那这个新的时刻里面呢 大家当然就西方来关心的是说 除了他们自己本身的外交官啦 公民啦 还有这个军人之外 那其他想要离开阿富汗的假设有难民 目前看起来他们粗估啊 这个西方的媒体跟这个 呃 安理会联合国等等粗估说 至少有50万个阿富汗人呢 在未来可能会要逃离啊 这个阿富汗 那这部分的话呢 他们呃 这个安理会在今天看起来 他们就是不断的呼吁塔利班政府啊 应该尊重阿富汗人民呢 出境的意愿 那目前呢 呃 说法上面是说塔利班也说尊重啊 但是呢 过去段时间也是说尊重 那但他们却在机场不断的去检查拦截 然后呢 呼吁他们能够回去 甚至呢 还有灵性的一些枪声响起啊 所以这部分到底啊 这个呃 塔利班 嗯 就是说他的说法啊 算不算数 还包括了这个安理会他们的呼吁 到底可不可以让这个塔利班 真正的尊重啊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呃 当啊这个西方就是美军跟北约都离开了之后 到底阿富汗的人民怎么面对呢 这个塔利班的组政啊 有多少人会离开 是否是安全的离开啊 所以呢 这是目前联合国的安理会呢 特别在这个时间点上啊 所以不接受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那就要看看塔利班 他到底是不是有呃 呃 允诺 有做到他的允诺 就是让阿富汗人可以自由的选择 离开 离开或是留在这个新的啊这个他们认为的新的国度 但是重点在于说如果说啦如果说他们预估50多万的阿富汗人想离开真的可以离开 那请问这些难民去哪里 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呃 欧盟欧盟的最新说法是说他们将在这一两天要召开召开紧急的会议阻止难民朝重演 因为呢 在2019年啊 在这个叙利亚的危机的时候 其实呢 大批的难民涌向了欧盟啊 其实呢 某个程度欧洲国家在过去这几年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抬头呃 一些封锁边境啊 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呃 这个兴起啊 事实上都跟这一波的政治难民 呃 这个事实上是有关的 战争难民是有关的啊 那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通牵一把动全身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理解啊 可以理解欧盟他们为什么要开会啊 然后不希望这个难民朝重演 但是他就呈现了相当程度的矛盾 一方面呢 你又认为说呢 应该要去呼吁要尊重人权 希望阿富汗政府呢 能够让这个阿富汗人民自由选择 但是呢 如果说当这个阿富汗的人真的要逃离塔利班的啊 这个掌政的话 20年后哦 可能极端教育的掌政的话 那么哪些地方可以是他们的容身之所 我想这个部分呢 非常的问题很大了 但目前为止看起来呢 呃 在这一波的自几天啊 这样那个相关的状况呢 塔利班啊 这样的一个攻城掠地 已经有两百多万的阿富汗难民 已经涌向了临近的啊 这个伊朗跟这个巴基斯坦 所以目前呢 欧盟的说法还包括了联合安理会 他们都呼吁啊 希望啊 这包括呢 联合国的难民署啊 呼吁啊 阿富汗的邻国能够开放 持续的开放边界 然后让呢 这个伊朗跟跟巴基斯坦 可以收容更多的难民 已经两百六十万啊 两百有说这两百二十万名啊 的的阿富汗人了 再收 我想就他们来说 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压力吧 那其他的欧盟国家呢 美国呢 所以呢 这些部分的话呢 我刚就讲了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啊 又呼吁呢 呃 这个各个国家去收容 那自己又不愿意收容 那这样这个难民潮问题 如何解决 我们就学再回来 好 回到蓝宣时间啊 那就这个美军撤离阿富汗来说的话呢 在今天凌晨的话呢 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了 他们完成了啊 这个相关的撤军 而塔利班呢 也宣称这是一个历史时刻的来临 因为他们的赶走了啊 这个包括美国 包括北约啊 这个在内啊 重新的挣回了啊 属于他们自己阿富汗人的啊 这样的一个主权的啊 这个治理等等 那所以呢 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子啊 就各自宣称胜利啊 但是坦白讲就美军来说的话呢 走的是真的有点灰头土脸的 所以对于拜登来说啊 怎么样子重新的去调整他的步伐啊 这一方面的话呢 在这个阿富汗撤军这件事情本身来说的话呢 怎么样子收尾啊 包括呢我们刚讲到的难民潮这件事情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针对呢 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府 他们要不要去承认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应该短期之间承认的几率并不高 并不高了啊 要看这个阿富汗政府啊 这个新的政府 第一个他怎么样表现 第二个话呢 目前看起来这个过程确实啊 很不愉快啊 所以现在的话呢 英国跟美国已经把他们的大使馆 先暂时的呢 移到了临近的国家 目前看起来是卡达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再观察看看啊 这个对于塔利班政府来说 要采取什么样的外交的关系 那我想呢 这个部分 那所以这是一个外交关系 那再就是难民潮 我们刚讲到的非常的矛盾啊 一方面的话呢 又希望能够让这些阿富汗的 人民能够自由选择 他们呢 要不要留下来啊 但是呢 如果说大批的涌向了邻国 涌向了国际 那何处是二家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能造成的各个国家的一些 社会啦 安全啦 政治啦 等等的影响啊 一方面又有人道上的啊 必须要的一些 考量跟维护 但另一方面的话呢 每个国家能够接收多少 能不能够有适当的 原额上的安排 像上次叙利亚的时候呢 是大家分配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欧盟啊 这个国家多少 那个国家多少 但是呢 各自啊 这个内部似乎都已经出现了 相当大的啊 这个政治跟社会上的一些压力啊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似乎啊 这个这些国家呢都不愿意啊 再重蹈覆策了啊 所以呢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另外的话呢 像是乌兹别克啊 乌兹别克的话呢 也算是在 呃 这个中亚的临近嘛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他显然的接收了 有关于美国 呃 安置在他们那个地方的 是阿富汗的精锐的 这个相关的军 军队 跟一些 他们 这边特别提到的 就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 呃 其实呢 美国替阿富汗 这个训练了 一批呢 训练有数的飞行人员 这个飞行员 而且他们说呢 这支空军 花了美国数十亿的美金 包括培训他们维护一些相关的设备啊 提供几十架的直升机跟飞机 这些呢 都在这一波的撤军 跟这个塔利班啊 不断的啊 这个攻 这个等于是 养攻的过程当中啊 先挪出来了 挪到乌兹别克 那避免被这个塔利班 那不管是 呃 这个东西抢了 还是呢 这些军力受到一些损伤 但是 乌兹别克并没有打算啊 这个长期的去 接接收 或是让这些 呃 美军所安排的阿富汗的军队啊 这个长期驻扎在那边 因为他担心塔利班会因为他们接受这群人而攻击啊 这个乌兹别克啊 所以乌兹别克呢 呃 正式的对美国提出警告 当你完成撤军之后 请你想想啊 这个阿富汗的飞行员跟家属该如何 我们不打算啊 继续的让他们留在我们的国内 所以呢 这部分的话呢 有一般的百姓 有所谓的精英人士啊 那这个塔利班对于精英人士不断的被这个欧欧西方国家的呃这个引渡出去啊非常的不高兴啊觉得他们正在掏空阿富汗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呃很训练有素的啊这些军事人员啊所以不同的层级的人都有不同的一些安排跟可能必要的考虑跟可能碰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所以可以看得到整个局势还是很复杂啊即便的撤军之后还是很复杂啊所以邻近的国家怎么面对这个阿富汗呢这个新的政权呢这个新的政权呢这个是很复杂的啊即便的撤军之后还是很复杂啊所以邻近的国家怎么面对这个阿富汗呢这个新的政 局面ok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当然回过头来看阿富汗自己啊那这个塔利班他们呢我刚刚讲到了他发表了声明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的到来那接下来的话呢呃目前看起来了啊就是说他们的精神领袖啊也已经抵达了而就是这几天啊应该会现身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最新的消息啊他们似乎呢为了要对外啊这个展现他们的呃不一样的啊这个形象说是呢同意 让这个高等的呃大学里面的女孩子啊可以继续的受教但是强到要男女分班好那啊除了这个之外那工作场合呢哦等等啊所以到底他们会怎么样的做那再来的话呢就他们会怎么样的组成他们的政府这政府呢是不是如外界所期待的这个包容性的政府那当然包括他们要怎么样的面对ISIS-K好那所以呢最新的消息在他们发表这个声明呃讲到说他们这个 历史性的时刻到来的同时啊他啊塔利班也特别针对这几天啊这个ISIS-K呢发呃这个发动了一些的恐怖攻击他们也说他们认为了啊呃当外国的势力离开之后他们认为冲着外国势力而来的这些恐怖攻击应该会啊应该会稍微的呢消声匿急应该会放弃后续的行动但如果没有啊如果没有塔利班说他们呢会呃 对付他们啊就是说呢意思就是我并不是跟他们同伙的如果说在西班说里离开之后他们持续的进行这个战争的行为在这个阿富汗阿富汗内部而持续的骚动的话呢他们将会出兵镇压好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嗯阿富汗短期之间真的有能有和平吗好所以呢这是呃有关于目前呢阿富汗呢这个最新的局势啊 不管是侧兵不管是接下来难民问题不管是接下来阿富汗跟邻国最新的一些可能外交等等的一些互动还包括了阿富汗自己本身塔利班政权该如何的啊这个呃建立起一个新的啊模式啊 包括跟ISIS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都是啊在今天目前我们看得到最新的一些消息提供给大家好这个问题呢看起来呢短期之间不会那么快的结束啊 那这个欧盟是明天要召开跟难民有关的相关会议好那看完之后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喽好这个欧美股市呢在昨天看起来呢呃上扬的居多啊这个涨多跌少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好在美国呢道琼是跌的啊跌了五十五点九六点收在三万五千三百九十九点八四点跌幅是百分之零点一六 南沙指数涨涨了一百三十六点三九点收在一万五千两百六十五点八九点涨幅是百分之零点九 而先平板能上涨百分之零点四三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百分之二点零点二九好这是美国股市那欧洲三大指数呢也都是上扬的啊这个德国涨了百分之零点二二英国呢涨了百分之零点三二法国涨了百分之零点零八 OK我们要休息回来呢再回到现场继续谈欧美的状况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最刚刚讲到的是欧美股市啊这个多半都是上扬的啊那这个上扬部分的话呢当然持续的啊这个比较大的气氛是笼罩在呢这个美国的联准会主席鲍尔啊在这个啊上个周末的全球央行会议啊这个当中啊讲到的比较属于鸽派的说法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科技类股呢是持续性的大涨标准普尔呢跟NASA 指数呢再创历史的新高啊这苹果呢看起来也是不断的啊这个有一些好的题材让他上扬啊这个题材包括说啊他会支援啊这个嗯秋天上市的啊这个iPhone13啊所谓支援的低轨道的卫星服务 然后的话呢还会呢这个目前还打算收购一个古典的音乐串流平台啊所以呢等等的消息啊都让他的股价上扬啊这个大概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气氛就这个科技类股来看那但是啊刚才讲到了有关于疫情的部分啊像欧盟啊打算呢这个要嗯这个暂停对于美国的旅客要进到欧盟当中这个对于航空类股呢就造成相当程度的打击 所以目前看一下航空类股的话呢就是普遍性的下跌啊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我们刚才还没有讲到的是美国的飓风啊那美国飓风呢本来清就是要袭击路易斯安那州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呃第一个这个飓风的呃伤害性而是稍微的减弱了了啊但是呃他的对于这个当地啊一些像是呃油产啊等等的工厂了啊这些设备呢都暂时的封闭那但是呢呃因为这样的关系也就造成了油价的 上扬啊所以呢在呃今天啊看起来的数字在纽约部分啊是上涨百分之六二零点六八出在每一桶六十九点二亿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百分之零点九八出在每一桶七十三点四亿块钱美金啊那这个相关的实能源类股啊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啊这边讲到说是炼油厂关闭啦啊那有一些呢这个海上的石油跟天然气啊这个生产也中断那另外的话呢可能想象 想不到的是啊这个有些部分因为停电的关系还包括一些交通中断的关系啊竟然导致了农作物啊这个呃价格下跌那你说哎这个跟农作物怎么会有关系啊那因为呢墨西哥湾的谷物出口因为停电的关系停摆那停摆之后呢他这些谷物往哪里卖呢就是往美国内内内内地卖那美国内地卖的话呢供给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价格就会崩落啊大概是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预风所影响 就是想到的啊这个跟石油能源相关的是上涨的跟这个农作物方面的有关的那是下跌的好所以大概这是有一些相关的变数跟因素的部分啊那再来的话呢嗯就是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啊这几天其实在台湾啊也蛮关注的那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监管行动了好那这个监管行动呢在今天又有这个最新啊这个最新的部分的话呢已经整个的监管已经把它的焦点注意力 转移到了呃未成年的孩童沉迷在网络游戏当中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讲到的是呢中国政府下令啊这个下了多项的措施啊禁止啊未满18岁的人打电动啊他怎么限制啊他限制到时间呢平日啊每天不得不得玩超过三个小时那每一周呢要玩可以那就在休假日的时候才可以玩啊这个说 呃规定所有的网络游戏的企业只可以在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还有法定的假日晚上八点到九点一个小时向未成年人提供呢相关的网络游戏的服务其他的时间的话呢通通都不能玩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千年盛广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大陆呢所有的而且有网络跟网络游戏公司通通炸锅啊整个的微博呢反应呢热烈的不得了我想当然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定是哀鸿遍野啊可以想象呢呃电动玩具这些事情对于这个青少年甚至孩童来说的话呢几乎是他们的世界是他们的天啊虽然目前有点天塌下来的感觉但是呢就产业来看的话呢那更是不得了啊这个就是有需求这个产业就自然非常的活路非常的畅旺非常的夯 那所以呢这个游戏产业呢也因此呢这个中枪那你可能会想说这怎么实施啊我在想当然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像过去不是曾经有一些什么钥匙吗就是说在网络方面其实他会有一些设计啊他去可以从他的呃网就等于是提供端啊去想办法啊这个开始或阻断我想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呃做法了啊那但是呃一般可能会想很难想 像由政府下令啊这个规定啊这个规定他的人民能够打多久时间的电玩和可以玩多久时间的游戏啊那当然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是一个呃集权管制的一个政府了啊但是我想我相信对很多家长来说我想这是全世界普遍性的问题啊就大家真的都很担心青少年沉迷在网络里面啊那往沉迷网络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啊而不只是学习上的问题啊这个家庭里面的问题 亲子的问题还有这个社会上的问题啊过去的政洁等等等但是呃就一个民主啊这个自由的国家来说比较难去想象用政府的啊这个管制手段啊要求呢呃能够玩多久OK好所以呢这是目前看起来呢大陆决定从源头管理啊防范呢未成年的人啊要沉迷网络所以呢下令了一个礼拜呃因为只有三天可以吗三天一个小时所以意思一个礼拜只能够玩一个啊只能玩三个小时 我不晓得台湾的青少年听了以后会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啊那家长或许很羡慕啊但是这个由政府啊这个做出这样的一个铁碗的手段毕竟啊还是非常的惊人的好所以这个消息啊这个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呢包括像美国的啊这些中概股的一些相关的呃像是什么网易啊这个跌了百分之三点三九啊那这个哔哩哔哩啊那也下跌了三点多等等啊那OK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想 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了啊这个接下来的话呃还有这个一连串的效应啊所以整个的产业显然的面临到了非常的呃寒冬吗啊所以呢其实对于大陆来说的话呢他们产业圈啊尤其跟这些呃数位网络哦等等产业呢最近讨论非常非常的多啊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呢他们最风光的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只是现在的话呢相关的管制会 管制多少那对于呢这个中央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是整顿希望有一些秩序产生啊但是这个秩序本身的话呢呃第一个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形态啊因为他出手的部分的话呢可能已经不只是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市场的垄断问题了他是直指啊这个社会文化啊就包括我们刚讲到了呃其实呃网络的内涵提供的游戏本身他就是一种呃 呃游戏娱乐跟文化那另外的话呢更不用讲现在美呃这个中国的娱乐圈啊现在正在面临的一波呢呃呃强风吹来的整肃起啊那这个整肃的话呢到底是嗯跟民族主义有关还是跟阿里巴巴有关还是跟这些呃风风气有关啊并说比方说很多艺人呃什么逃税的啦呃这个性侵的啦等等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吗那他们认为说这些 艺人们啊看起来的行为不端啊所以呢呃这个就是得不配位啊用这种呃形容而去呃描述啊这些大陆的这些呃演艺人士啊所以呢他们甚至在管理他们的粉丝圈觉得粉丝太疯狂粉丝呢相互叫骂啊这些事情呢都认为是呃不应该被允许的啊那我相信当然很多事情嗯商业机制导致的一些呃文化确实有一部分的 很很很糟糕很堕落但是就是不论如何你由政府出手去做啊那呃呃这个一部分是所谓的自由的问题二部分是对于整个产业的影响到有多大的问题